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8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有一間叫做要財證券公司 近日被人在外場掛還抑罪金 事件峰迴路轉有關的證券行 昨晚發了一個社交網站的鐵文 說到自己賺錢的力量有多大 但零邊商亦說有些人去到店鋪門外聚集 而且是追租的 最終情況是如何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跟進一下 零邊商亦說消費券 匯豐Payme開始出招給客人 但既然鄺仔說相關優惠好像未夠力 究竟是什麼招數呢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討論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要財證券被掛還抑罪造 有12位男子涉及非法集結被捕 犯罪委委罰5000元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網上流傳傳灣沙咀道要財證券分店 在6月7日遭到別人掛還抑和放二拉架 追收兩個月欠租 令人關注他是不是有財證問題 不過要財證券在晚上的社交平台 兩次發帖文闢謠 指一切如常而要財證券在2022年至2023年 頭兩個月的純利高達6400萬元 實力紅厚 被掛還抑的一事亦驚動警方到場調查 警方指接獲報案 指昨天下午有人在店外聚集 人員到場後拘捕12名男子涉嫌非法集結 同時發出違反限聚令的告票 案件現時交由反黑組接手調查 消息指被捕人士和要財證券被追租的一事有關 網上日前流傳一張照片 見到荃灣沙咀道253號地下 要財證券的分行被人掛上了一幅還額 上面寫著要財證券欠租 拖欠四五個月的租金 請重速繳交 店外面亦放有兩個寫有類似內容的二拉架 據悉職員期後報警求助的多名警員到場調查事件 警方指出昨天6月7日下午約2時9時接獲報案 指有人懷疑在荃灣沙咀道253號至255號外聚集 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後 拘捕了12名本地男子 年齡輝24歲至52歲不等 他們涉嫌非法集結被捕 同時違反了限聚令599G 人員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他們現證被交流調查 案件交由荃灣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跟進 調查仍在進行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要財證券在傍晚6時多於社交平台發貼文回應這次事件 將貼了一張已移除環額的全溫分店照片 指一切遇上業績量例 內容提及公司在2022至2023年頭兩個月未經審核的綜合稅後 順利是6400萬元 市隔一小時後又再發貼文 指公司實力洪厚 全欣始終如一地堅守以客為本的服務中止 無論市政或是市況都會與時俱進多管齊下 提升競爭力及擴展業務 成功把握相機並締造出嬌人的業績 以上新聞來自HK01的報道 同時都是網絡業話 日前相關證券行門外被掛上 向環額及爾拉架追求交租 說欠兩個月租 不過相關證券行已經發貼文 還要兩次發貼文澄清 不過事件似乎未完結 家欣的店舖外面也曾經有一些人士出現 據了解那個聚集與追租金一事有關 究竟是否欠租不得而知 不過估計事件會繼續有進展 另一則消息根據HK01報道有關消費券 Payme推出4000萬大抽獎 利有市民轉會獎品包括電動車 報道的內文是 第二期電子消費券將會在暑假派發 轉會安排相信會在短期內公布 新加入支付平台Payme急不及待出招搶客 Payme在今日6月8日宣布 將會推出總值4000萬元的獎賞 包括消費券的折扣 電動車及其他熱門電子產品的大抽獎 並會和人氣偶像姜濤宣傳 吸引市民轉會姜濤需要注意 Payme所屬的匯豐銀行表示 合資格人士選擇Payme接收消費券 是可以瓜分總值4000萬元的獎賞 當中包括商戶消費折扣券 以及豪華電動車及其他熱門電子產品大抽獎 Payme將會公布有關的細節 消費券何時確實能夠派暫時未知之數 至於轉會安排 盛存在短期內公布 匯豐銀行Payme推出高達4000萬元的獎賞 未必是個個有份 至少轉會有機會抽中 不過對老友記來說 尤其是用八達通 要大家轉會暫時的吸引力不大 若然老人家搞定了八達通可以拿錢 就繼續這樣拿錢 除非優惠很吸引 若然新加入的兩家支付平台想吸客 麻煩你想想辦法才可以派現金 或者能夠吸引到部分老友記員而轉會 另一雙亦和各位網友跟進另一宗社區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黃大仙上村的儲水式熱水爐爆炸 現場曝光 氣窗是飛脫的 剩下一個洞 熱水爐就放在雪櫃旁邊 報道的內文是 黃大仙上村一名獨居的老翁 是星期二 下午1時半 在啟善樓的預索 在廚房洗碗時 廚房裡的儲水式電熱水爐 疑似因為機件故障爆炸 現場所見熱水爐至於相信是廚房的地方 旁邊有一部雪櫃 雪櫃上有清潔劑、清潔精等物品 一把刀放在熱水爐近喉館的位置 一個氣窗是非脫剩的一個洞 鄰居只昨天聽到爆炸聲 才知道業主搬入獨居上至幾年 事發在日前6月7日下午1時半 黃大仙上村啟善樓一個單位 發生熱水爐爆炸事件 屋內一位79歲姓陳的老翁 在廚房洗碗時 廚房裡一個儲水式電熱水爐 疑似因為機件故障而發生爆炸 陳伯走避不及被捕燒傷 兆市單位附近鄰居亦被爆炸聲波及 48歲姓李居住於上一層的女街坊受驚不息 兩人一同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現場無需疏散 據悉兆市單位的熱水爐用了超過15年 懷疑事件因為機件路發所致 現場所見 熱水爐置於一個相信是廚房的地方 現在只剩下底座和喉館 機電工程處在意外後表示得色有關事故過後 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協助相關部門進行調查 初步懷疑涉及一個花灑儲水式電熱水器部件故障所致 處方現證進行調查事故成因 並會根據電力條例作出更進行動 處方建議市民應定期安排合資格的技師檢查 及維修電熱水器 不少老友記家中都會用這款儲水式電熱水器 若然留意到相關電熱水器有甚麼不妥有怪聲 又或是會導致家中跳激的異常情況 請請找師傅看看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加班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消息 尤其是要繼續力追各大利民紓困措施 消費券到現在都未知何時轉會 未知何時派到 好 才爺說重要時間 因為新的支付平台和電腦系統對接需要時間 不過既然礦仔說你越遲派 大家的情況越順盡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